8月10日,有媒体报道称,北京文艺界一位消息人士透露, 著名导演陈玲春将出任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礼花晚会总导演。 另外,顾留三位导演出任2021年春晚副总导演, 其中包括作为下雨两位央视知名导演,第三位副总导演的名字正在求证中。 据悉,陈玲春是继精彩春晚导演狼昆之后,又一位得意中心的优秀央视导演。 他目前是中央广播电视总裁文艺中心副主任,大型节目中心副主任, 对指导大型晚会用着极其丰富的经验和诫义实力。 他曾指导的《丁导演》《青铺文化节》大型文艺演出和《西湖博览会》、 《人间天堂》看幕式、《文艺晚会》等众多大型晚会, 对各位的节目尤其擅长,在面界有口皆悲。 也曾终时担任过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, 正是他又一次指导央视春晚。 作为,现为央视大型节目中心新日导演,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文艺编导专业。 他成功指导过央视多大晚会, 夏宇是一位优秀的女导演。 最近几年,他一直是春晚储床团队核心成员, 夏宇也成功指导过央视多大晚会, 是央视一位有丰富监力的难得的女导演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